作词 李宗盛 你不是想勾当她吗 再试试 高点 再高点 好 你看 摘到了 摘到了 你可记住了 全上海滩只有你比我高 这口子这么深 你怎么也不小心点呢 宁宁好点了吗 立天来看他了 他好多了 立天是个好小子 你忍着点吗 你别说啊 在我眼睛里啊 也就剩 立天跟宁宁这盘净土了 你姐要在的话呀 肯定喜欢这小子 我姐是菩萨 谁都喜欢 是 所以好人不偿命啊 宁宁的个性就像他 我跟你说 最近 我认识了一位姑娘 她长得还真像羽莹 比我还像呢 你们是姐妹 自然像 不过她不一样 她的那种神情 特别像你姐年轻的时候 你还说白鹿像我姐呢 白 白鹿那是绝今小娘子 跟你姐没法比的 只不定再多看两眼 也觉得这姑娘不像我姐了 不不不 还真不一样 她叫赵 三天新鲜 叫什么不重要 我来不及记住 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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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挺住我 姐 姐 你要听你 姨妈的话 给我听见 哎呀 不行 一点像是条运营的 是条运营 姨娘 帮我 帮我照顾婷婷 帮我 帮我守着少容 继续的 继续的喜欢你 大哥大哥已经来了 你这个混蛋 来了 为什么 姐 姐 你这个混蛋 混蛋 别杀我 我打死你 我为什么不敢来 为什么 少容哥 说 少容哥 我姐刚走你别这样 我姐一直走累了 姐知道 你一直都喜欢她 替我守着她 最近我认识一位姑娘 她长得还真像羽莹 我一定要守下去 我认识一下 我认识一会儿 华职尔 你不认识一会儿 你还不认识一会儿 你以为的 你也不认识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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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儿是一会儿 多少钱 算了 四爷 我请你们吃 这可是你说的啊 说什么呢你 什么饮算本 我看着铁公鸡付钱 多少钱 您看这给吧 四爷请吃生煎包 快去 请 快去快去 怎么了 接着 爷 怎么了 咱不高兴啊 生意不好 日租界不让咱进 为什么 嫌咱们臭呗 写得不错 就按这个样子 咱们所有的店都挂起来 是 段爷 等等 大哥 这么做不太好吧 有什么不好的 太明显了 不明显我挂他干什么 我也觉得不妥 这店里还是常有日本客人 特高客 我管的什么特高客 我管他什么日本人 你还站着干什么呀 还不赶紧给我挂起来你 是是 大哥 这你也知道我也是位置 这行 我知道 我知道您算本黄老四 心里有本账 算盘珠子剥落的乱响 但我告诉你们这本账 不是这么个算法 日本人凭什么这么干 要嫌我们中国人臭 不让我们拉车的进日租界 这就是胡来 这儿 还有那儿 这是中国人的天 中国人的地 他们有什么资格说让进不让进的 可是大哥 根据领事条约来说 我才不管什么领事条约 不是大哥 人家在咱家货家里都撒了尿了 咱还给他脸 我就不明白了你们怕什么呢 怕短了钱 咱们一点都不在乎 怕日本人招咱麻烦 这里是龙记姓段 有任何麻烦 我段少容一个人扛着 你 我们是泰� 贝资 他们有一个派 她是白贝资 这 我 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